当你的好友受人欺凌 你是会选择袖手旁观 还是会出手相助 今天某尾就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短片 如果我是英雄 小明的班上来了个转校生 那是一个名叫小敏的 脸上长着胎气的女孩 老师安排她坐在了小明身边 这天小明上课在做梦 梦里小明变成了超人 正在打怪兽 正高兴的时候 老师捏着她的耳朵 把她拉回了现实 醒来的小明看见同桌小敏 也在画着超人 她看着小敏开心的笑了 一天小明在角落 看见小敏被别人欺负 那个坏同学还撕掉了小敏的漫画书 在那些人走后 小明来到小敏面前 看着她眼里的泪水 此时的小明多希望自己是个超人 那样她就可以消灭坏蛋 救下小敏了 回到家里 小明做了一件傻事 她偷了爸爸的钱包 给班里的同学买了礼物 以此讨好他们 这好像确实有一些作用 小明和小敏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快乐生活 但好景不长 这天坏同学再次找小敏麻烦 还带着其他同学一起欺负小敏 旁观的同学哈哈大笑 只有小明目瞪口呆 不知如何是好 打完小敏 那个坏同学还走到小明旁边 警告小明 以后离小敏远点 不然连她一起打 胆小的小明很害怕 开始疏远小敏 这天小敏走到小明面前 想要和她聊漫画 可是坏同学的起哄 让小明非常惶恐 她表示不想和小敏聊天 还要她离远点 不解的小敏问道 我们不是朋友吗 在坏同学和其他人的注视下 小明耐不住 喊了一声 谁和你是朋友 这话引来了全班人对小敏的嘲笑 曾经小明在小敏的心里 像英雄一样温暖和光亮 如今居然会让她 遭受全班人的嘲笑 小敏伤心极了 她从包里掏出手枪 对着小明 那个曾经给她阳光和温暖的小明 这一幕把同学们都惊呆了 比起一直都对她态度不好的同学 曾经对她好的小明 背叛她更难以接受 就像生活中的我们 也许每天都会面对 许多陌生人的恶意 但我们大多不会特别在意 可如果是我们在意的亲朋好友 他们的随口一句话 都可能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